各位,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种影响力 好像影响旁边的人能够改变过来 影响人能够听从他 我也何尝希望自己的言语、动作能够影响人 特别能够使人转向主 但是我发现,无论我的话有多漂亮 我的行为有多好,还是无法影响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在用自己的意志 用自己所懂的道理 用自己所认为对的来影响人 可是不但不能影响人 反而带来反效果 其实神也是很希望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影响这个时代 但绝对不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口才 或任何的条件或是你的意志力 也绝对不是靠外在的成功 才能影响这时代 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 一个能影响这个时代的生命 是以一个灵灵、纯正的生命来影响 来吸引一个纯正需要耶稣的人 也就是巴伏人了 那这个纯正的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真信神的话 而在扰弱中、问题中、试炼中 甚至被人离弃中 能经历神反噬的同在了 那让我们一起先来看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初次审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都离弃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是不应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斑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各位从这个经文里面 保罗是如何活出一个 有影响力的生命呢? 就是一个相信主应许的生命 那赐给你神儿女的心 呼召的心 一个真正信神的应许的生命 才能叫圣灵做工的 也因为这个影响 改变了我们的心灵 比如曾经是很骄傲的人 但变成虚心的人 曾经是因为世界的东西而开心 但变成哀动的人 曾经是饥渴世界的成功 但变成饥渴慕意的人 心灵的改变 因为上帝的话进来的时候 成为永福人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向主的羊 就算软弱犯过罪 劝蒙主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世人看我们的生命 不是外在的成功 那是内心 内在的那个改变了 那当我们得着信应许的生命 我们成为真正喜乐的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活着不再是自己 那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了 所谓不再靠自己而活 就是那曾经所倚靠的东西 人 知识 条件 甚至是自己的意志力 完全对这些事彻底的失望 反而不想再靠自己 乃是靠圣灵心里的大能大力 来生活 因此而不再因为自己的软弱 受控告 就算跌倒了 神仍然爱我 神是很喜悦我们 能够让主 在我们心里做王 与我们说话 然后得着圣灵的喜乐 不被定罪的喜乐了 那时世人会看得出 我们的不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 所面临的问题 该怎么办呢? 比如 学业 感情 婚姻 工作 经济 身体的问题 往往人都会因为 所面对实际的问题 而体贴自己的肉体 与世界妥协 不能依靠神的应许 其实 为什么神要给我们 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呢? 因为神要我们看见 祂反噬的帮助 因为神要我们不再靠自己 那什么是主的帮助呢? 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见主的帮助 是因为还保留自己的理想 或是要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没有在祷告里 得到主的答案 比如 求主改变我的情况 或 起码 主力派人来帮助我 安慰我 看纵我 等等 我们看保罗 在受逼迫的时候 人人都离开他 可能他也会害怕 但保罗却说 主站在他旁边 意思就是 圣灵的宝贵师 叫他想起 神与他同在的应许 因此 圣灵就给他力量 使他能度过那个难关 各位 或许很多次 我们在失败 或在孤单 软弱灰心时 都很需要有人能帮助 安慰我们 可是却没有 这并不是主没有帮助我们 乃是主要我们带着 忧伤痛悔的心灵 来面对他 那使圣灵 会接着他的话 给我们答案 给我们安慰 给我们力量 这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然后保罗说 使福音被我 尽多传明 叫外邦人 都听见 那保罗在他面临 逼迫时 其实他更是抓住 机会来传福音 我发现 当我们继续分享 主的福音时 无论是借着互联网 或是直接跟人传 这反而把我们的注意力 从撒旦的攻击 离开 从我们的担心 惧怕 自卑等的心 离开 这是主很奇妙的帮助 所以 在我们任何的处境里 其实 都是主推动 我们传福音 使我们建议 圣灵的帮助 和能力了 那保罗又说 我也从狮子 口里被救出来 保罗在 多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主拯救他出来 其实 主在我们 无意识之中 继续帮助我们的 摸回想 有多少次 觉得自己完蛋了 绝对不能胜过 绝对不能过关了 但是 到最后 还是度过了 这不是从自己而来的 那是神 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了 最后 保罗说 主必救我脱离 猪斑的凶恶 也必救我 进他的天国 在猪斑的凶恶问题里 就算身体会毁坏 但圣灵的喜乐 是不会失去的 因为心灵看见 主的帮助和力量 是大过自己肉体 所承受的了 这就是 保罗如何活出一个 有影响力的生命 是一个成为 有喜乐和凡事 看见 主的拯救 主的帮助的人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种很伟大 很成功的条件 很成功的那种外表 但愿我们靠着 主不改变的应许 在我们儿女的身上 成为最成功 和喜乐的生命 能够影响 这个时代呢